生命是单独的个体,无论怎样的血肉交融,我们必须独自面对世界的风雨。 优雅的活着,或是体面的死去,都该由自己决定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关于死亡的老年题材电影《岁月自珍》。 年轻的男人拿着一把枪,在一个正常不过的早上学习了整个养老院,随后回到家中开枪自尽。 警察发现了他留下的遗书,数量过多的老人已经为国家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,而这些后果全要由年轻人去承担。 老人们应该也不想对社会造成更多负担,因为日本这个民族在很久之前就认为,能与国家而死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 所以就让我鼓起勇气采取行动,让这个国家迎接光明的未来。 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国家也在考虑该怎么让老年人减轻国家的负担,于是政府宣布实施七五计划。 认可75岁以上的老人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,相关部门也会为这些老人提供相关的援助,他们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成为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开端。 正在酒店做服务员的美智,听到这个新闻后有些意外,她今年已经78岁,仍然不屈服于年迈的身体,依旧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。 不但她是这样,她身边的那些朋友也是这样。 虽然日子平淡,工资也不多,但几个好友一起工作,一起吃吃饭,聊聊天,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 美智是一个独居老人,每天工作完下班回家,都要买些菜犒劳一下自己。 虽然只有一个人吃饭,但也要过得很精致,她将电视开到最大声,似乎这样就能让屋子热闹一些。 次日她陪好友去检查身体,医院到处贴着七五计划的宣传报。 后诊室的大屏上也播放着关于七五计划的广告,广告里的老人说, 人不能选择自己何时被生下来,但可以选择何时死去,用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,是一件很幸福很安心的事情。 这样才算得上拥有了一段美好的人生吧。 美智有些听不下去,但也只能选择无事。 一位大爷却坐不住了,气冲冲地走上前将大屏关掉,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。 美智笑了起来,心里多了一丝安慰。 虽然有很多像美智这类反对七五计划的人存在,但也有很多老人认同七五计划。 因为此时七五计划的工作处挤满了选择安乐死的老人。 宣传七五计划的工作人员广阔正在跟一位老人做详细介绍。 申请安乐死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,比如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, 下葬在什么地方,怎样举行自己的葬礼。 除此之外,政府还给了很大的福利, 每个申请安乐死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十万日元的抚慰金。 老人们填完申请单之后,就可以将钱拿走, 这些钱由老人自己支配,并且所有的后事都由政府出钱操办。 坐在对面的老人听后,很是心动,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申请书。 周末,美智和几个好友一起聚会,几人正玩得开心, 其中一位好友三村突然拿出几张宣传页, 上面详细地讲解了七五计划的体验营地。 不但有游泳池,美容院,还能享受按摩等服务, 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免费的照相馆, 在照相之前会帮老人化好妆,换上好看的衣服。 他告诉几人,之前他也想顺其自然死在自己的家里, 但现在改变了想法。 反正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, 倒不如想想孩子和孙子们。 不给他们增添负担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, 所以他觉得安乐死没什么不好, 美智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,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 聚会结束后,美智去道子家吃晚餐, 因为吃完饭后已经很晚了, 便留在道子家过夜。 两人躺在床上聊天, 美智问道子有没有和女儿取得联系, 道子叹了口气, 他和女儿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。 外孙女现在已经六七岁, 他还没有见过。 美智这才明白, 原来就算有儿女也一样会孤单, 因为人生就是无尽的孤单。 有了美智的陪伴, 道子很快入睡, 可美智却怎么也睡不着, 紧紧握住了道子的手。 周末的教堂里, 大家正一起唱着欢乐的歌, 一曲结束后, 负责人示意随我人安静, 说有人有话要说。 最后一个叫玛里亚的女人走到前面, 她来自菲律宾, 现在在日本做护工。 她的女儿今年五岁, 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, 现在马上要做手术, 但家里却没有足够的积蓄, 她请求在场的所有人能伸出援手, 帮她女儿度过这个难关。 大家都很善良, 听到这个消息, 一边安慰玛里亚, 一边举行募捐。 教会结束后, 负责人说给玛里亚介绍一个工作, 这个工作的薪水比做护工要高很多, 那就是去七五计划的工作处, 宣传七五计划的知识, 鼓励老人们选择安乐死。 玛里亚很开心, 只要能救女儿的命, 她觉得做什么工作都无所谓。 此时的七五计划工作处, 广阔接待了一个特殊的老人, 老人已经有些痴呆, 正是她二十年没有见面的亲叔叔。 她跟老人介绍自己之后, 老人才依稀将她认出, 如果是其他老人, 她还好处理。 但现在面前的人是自己的叔叔, 难免有些不太忍心, 于是上司让她将这个工作交给其他的同事去处理。 美智一直觉得, 只要自己好好工作, 能够赚钱养活自己, 就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, 也不会走到区签七五计划这一步。 可她没想到, 工作的酒店招了几个年轻人, 老板立刻将他们几位年长者辞退, 毕竟他们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, 哪天突发意外去世, 谁也没有办法料到。 酒店不想承担这个责任, 只能将他们几个开除。 收拾东西时, 几人聊起今后的去处, 朋友们都要回儿女那里。 美智的心中不免有些落寞, 因为她没有儿女, 无亲无故, 只能去寻找下一个工作, 养活自己。 她找了很多工作, 却处处碰壁, 屋楼偏逢连夜雨, 她诸宿的公寓马上就要被拆除, 所以当务之急, 她需要去寻找下一个住所。 找到第五家的时候, 对方却建议她去申请国家福利, 她有些不高兴地说道, 自己还能自食其力一段时间, 最后没有办法的她, 只能去公路上当志愿者, 天寒地冻, 她必须忍受着。 这时她才真正地明白,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想要养活自己, 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 一连几天跟稻子打电话, 都没有人接听, 这样美智意识到有些不对劲。 于是她来到了稻子的家里, 刚走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, 抬头就发现稻子趴在桌子上, 早就没有了呼吸。 自从上次见过叔叔后, 广阔的心里很是不安, 于是她提着东西找到了叔叔住的地方, 门没有锁, 屋里却空无一人。 她出门寻找看到了还在工作的叔叔, 叔叔工作结束后, 两人一起回到屋子里, 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本子。 广阔便拿起来翻看, 叔叔告诉广阔那是她捐血的本子, 之前她在很多地方做过建筑工, 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去捐血, 每捐一次血就会发一个本子, 这些都是一点点攒下来的, 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没有用了。 叔叔拿过那些本子, 不带一丝留恋的丢进垃圾桶。 叔叔两人一起吃了晚饭, 聊了一些家常, 晚饭后广阔在洗碗, 叔叔听着电视里播报着起舞计划的新闻, 目光呆滞没有一丝生气。 离别的时候看着站在门前的叔叔, 广阔想说出的话没有说出口, 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 道子的离世让美智受到很大的打击, 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生命如此脆弱, 加上这几天找工作和房子处处碰壁, 她对自己的生活一定失去了信心。 没有收入来源即将失去的安身之所, 让她不得不任命。 她去相关部门, 领取之前一直为领取的老年补助, 到个地方却发现已经关了门。 她这才意识到, 这段时间经历的所有的一切, 都在将她一步步往死亡的路上推。 或许她应该像其他老人一样, 领取一笔抚慰金, 过一个潇洒的生活, 然后离开这个世界。 纠结了一个晚上, 她终于拨打了七五计划的热线。 她紧张地听着对面人的回复, 热线员却用温和的语气告诉她, 之后会定期打电话给她。 他们的热线电话24小时都有回应, 如果感到有些不安, 随时可以联络他们。 道子离开后, 这是她第一次从别人身上感觉到温暖。 于是后来的几天, 她只要想找人聊天, 就会拨打热线电话, 而对面的女孩总是会温柔地回应每句话, 但每次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。 这15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, 美智总觉得还有好多话没讲完, 于是她直接将女孩约了出来, 尽管公司有规定不能和客户见面。 因为怕和客户产生感情, 没有办法完成下面的工作, 女孩还是负了晕。 美智将领取到的十万奖抚慰金塞到女孩手上, 因为她马上就用不到了, 不如将它留给更需要的人。 女孩推辞着不肯接受, 但看她真诚的眼神, 没办法拒绝她, 最后只能将钱装进书包里。 女孩夸美智的声音很好听, 让美智想起了往事。 她的丈夫曾经也夸奖她, 觉得她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。 吃过饭后, 两人一起去了俱乐部, 因为女孩想要带她去体验一下年轻人的生活。 美智随着其他人的样子, 将保龄球扔了出去, 心情也放松了不少。 这一天, 美智过得很开心, 但很快她就要面对最不想面对的事。 女孩最后一次打电话告诉她, 她的时间已经到了期限, 如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 但美智并没有停止计划的实施。 女孩挂电话时叮嘱她, 明天早上离家的时候不要将门锁上, 因为之后会有同事上门为她清理遗物。 然后帮她将房子打扫干净后交给房东。 美智对女孩表达了感谢, 感谢女孩愿意花时间听她在电话里唠叨。 她流着眼泪挂断了电话, 心情是说不出的低落。 晚上女孩放心不向美智, 用自己的手机给美智打去电话。 电话另一边却响起了嘟嘟的盲音。 此时的美智正在收拾东西, 她不愿再麻烦别人为她整理遗物, 所以提前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, 这也是她能做的最后一件事。 次日醒来, 她看着自己结果分明的双手, 再仔细看看镜子中自己的脸, 然后整理好仪容。 她对这个世界还是有太多的不舍, 只想多看一看这个世界, 不让自己留有遗憾。 路过公园, 一个小女孩在跳绳, 她便驻足看了一会儿, 女孩开心地吵她挥挥手, 她也立马给予回应。 在坐大巴去往七五计划工作处的时候, 她的心里突然感到不安, 阳光透过树缝照在她的脸上, 她伸手感受最后一丝温柔。 这天也是广阔叔叔执行安乐死的日子, 广阔早早来到叔叔的住处, 来接叔叔去往公司, 在那之前她带叔叔去吃了早饭, 广阔一直在观察墙上的钟表, 她问服务员要了一瓶酒, 希望叔叔能享受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点时光。 叔叔在路上吐了起来, 她终归有些不忍心, 问叔叔要不要改变想法, 她现在就能将其送回家。 叔叔却摇了摇头, 转身上了车, 到了公司门口, 广阔却迟迟不敢下车, 叔叔下了车独自朝前走去, 广阔不想看到亲人离世, 选择了逃走。 走了一半又掉头回去, 她加快车速试图挽回叔叔的生命。 而此时的叔叔已经和美智一起, 吃了药躺在床上, 等待死亡的到来。 两个老人隔着床帘对视, 美智亲眼看着对方闭上眼睛。 这一刻她开始慌了, 而此刻的她只是觉得有些头晕, 其他并没有任何不适。 广阔感到时, 见到已经从床上坐起的美智, 和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叔叔。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, 玛里亚准备去病房, 收拾两个老人的遗物。 美智已经不见踪影, 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, 又为了让叔叔能留个全尸, 广阔决定亲自安葬叔叔, 便让玛里亚帮她将叔叔的遗体抬上了车。 本来公司是不允许这样做的, 但善良的玛里亚不忍心看广阔自责, 便出手帮了忙。 美智侥幸活了下来, 死里逃生后她更觉得生命珍贵。 回头看看身后的那个地方, 她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, 一定不要再回去了。 看着即将落下的太阳, 她不禁有些窃喜, 还好自己还活着。 即便她已年入骨西, 即便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所, 即便她已经没有能力养活自己, 她也还是要在有生之年好好地活下去, 好好度过生下的每一天。 出生和死亡是人生同等重要的事情, 虽然无法选择出生, 但希望可以选择死亡。 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生命存有敬畏之心, 对幼小的生命我们总是充满爱怜, 可以为孩子付出一切。 但是对于老人在社会性抚养还不完善的地方, 他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, 以及如何优雅地选择死去。 其他人以及社会, 如何让老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, 以及有尊严的面对死亡, 让老人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, 和所有人想要甩掉的包袱。 每一个人都要老去, 最终死去。 所以这是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, 都应该思考的人生问题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